第三十题 取-5度C50公克冰块放在烧杯中加热 加热过程中温度随时间而改变如下毒所示 下列哪个时段中水蒸气与水共存 根据我们所学过的融化跟气化曲线 我们知道在T1的时候开始融化 T2的时候融化结束 所以这段时间是所谓的融化过程 而这里就是所谓的固体跟液体 故意共存的时候 而在T3的时候开始沸腾 到T4继续沸腾 所以这段过程就是在所谓的沸腾的阶段 因为是在沸腾的阶段 所以这里面就是所谓的水蒸气 跟液体的水共存的阶段 所以我们问我们说 下列哪个时段中水蒸气与水共存 我们答案选的是珠 T3到T4之间是水蒸气与水共存 我们下列的水蒸气与水共存 我们下列的水蒸气与水共存